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门大童年的频道 那今天UP想聊的是 德国这边工作真的有网络上说的那么轻松吗 可以 就是完全不用加班 天天摸鱼也可以这样子工作 也不需要你工作能力非常强 你就能带过德国立足 那这些信息的话 其实在网络上我觉得是不会太少 所以我经常也会看到一些 但是我这次这个视频可能就是说要来反驳一下 首先我个人觉得说在德国这边 你想要工作想要立足 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其实还就是说网络上所说的 比如说天天都在假期 上班都在摸鱼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真实 就比如说的话 我首先先说一个难点吧 你要来德国这边工作 想要在这边立足的话 你要经过几个条件 首先你要不要办签证 你签证办过来之后 无论你是语言过来也要 还是通过一些所谓的双言字 或者说来过来上大学这样过来 那过来这个过程就非常复杂 你首先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筛选 各种各样的办签证的事情过来 过来之后你要不要过语言观 那你语言观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点 那你语言观过完之后 你无论是去 奥斯比东 说那种算源字里面的那种上学 或者说去真正的上一些大学这样进去之后 你又遇到了学业的问题了 那你学业的问题 就比如说上研究生也好 本科生也好 你要毕业的话 大家都知道德国毕业的难度有多大 这也是一个点 所以说就卡掉非常多人 那你又失去那种上培训的话 那培训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好毕业一点 但是你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在研签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你毕业之后 他工作到底能不能够那么简单的找到 还有就是会不会给你找工作的签证 这都是新的问题 所以的话在学业方面 他又会遇到非常多问题 假设你前面这些都非常顺利 也学业毕业了 你开始找工作了 那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相信你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一下 在德国的华人要投多少分简历 才能找到一份工作 当然有一些比较热门的专业可能很快 或是非常优秀的人很快 但是你可以看平均是多少 反正就是说在德国找工作 并不是说我简历发找一个公司 找一找一个准或怎么样 其实也是要准备非常多 无论你是修改简历 把你简历做得很漂亮的 为了给你简历漂亮一点 去增加点实习什么的 这就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给你简历投资出去之后 非常多时候都是时辰大 或是过了两三个月告诉你 我们这个职位不需要人了 或是怎么样 或找到更优秀的人 就非常直接告诉你 那你运气很好 你终于找到了一家两家工作 给你面试 你去参加面试 有的公司好一点 两轮 那有的公司非常复杂 可能要三到四轮 甚至四到五轮都有 那这每一轮的面试 它都对你也是一种考验 那这些面试的话 不管说别的 对于你语言的考察 对你专业知识的考察 都是非常的严谨的 因为泽国在招人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认真的 他不可能说 招进来一个 他完全不想要的人 然后他们还要负担这么多钱 其实是对他们来说不划算的 而且你等到这些员工过了试用期之后 想要把这些员工辞退 他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在找人市场上 其实是真的非常严谨 并不像简单说 我打到面试了 我去面试一下 我就可以马上进这公司工作了 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这都是一关一关的 而且一关是比一关难 等到你进去工作之后 你一开始会有一个 六个月的试用期 有的公司是六个月 有的公司甚至是有一年的 但是很少是少于六个月试用期的 那在六个月试用期的时候 无论是你也好 还是雇主也好 他都是可以双向辞退对方的 就是说你如果不满意 你也可以直接辞退你自己 就是辞职 那如果雇主对你不满意 那就不让你过试用期 他们也没有任何损失 所以六个月试用期你得熬过去 那在六个月试用期的时候 当然这个就是不是说 我当时可能在面试的时候 表现得很厉害 能力有多强 然后我到试用期的时候 我完全就不需要 那不是的 那他就会在试用期也再继续考察 你在面试时候所应答的这些能力 是否能够兑现 是否有这种适应工作的能力 那这个时候 你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毕竟你是刚开始工作嘛 你对工作的一些流程也不了解 同时是要用德语去工作 那你在飞母语的条件下 去与人交流 去工作的话 其实是蛮难的 所以这边的话 前六个月我个人是认为 对于刚刚工作的人来说 都是非常难 你要完成一下任务 你需要花会的时间 可能是一些有经验员工的数倍 甚至十倍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嘛 那有时候 我们所说的 一周虽然规定你是40个小时工作嘛 但是有时候你有些任务啊 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你可能就一个点 你可能后悔了一天 那你会有点说 诶不太好意思 可能就可能回家再复习一下资料 什么 其实额外也会花一点时间了 虽然老板是说 诶你花多少时间 就写多少时间上去 那你总不能一个任务 可能别人就比如说十分钟能完成 你已经用了七八个小时 还完成不了 写十六个小时 那这个在试用期的时候 其实老板会 那这个能力也太差了吧 或者怎么样的 可能就会考虑说 诶那干脆不要 或者怎么样 这种情况是有的 所以在试用期的时候 其实时间我个人是认为 虽然说明面上不要加班 但事实上你暗地里 可能还会需要自己去补一点知识 或去熟练一些东西嘛 所以这边的话 也是要考虑到一个点 这边好了 等到你终于熬过了试用期 开始进入工作了 那大家会说 哦这下你终于好了嘛 你是不是熬过试用期 这些东西全部过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开始 所谓的德国 40个小时 每周的工作时间 完全不用加班的工作呢 那这点来说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想多 这边虽然说不会说 诶每天让你加班 或者说让你每天都要工作到很久 但是这边的要求的是 你虽然不用加班 但是你得在你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某项任务 就比如说 诶我给你一个任务 你在40个小时 一周到两周之内完成 这个时间怎么安排 是你的事情了 那这就取决于你的效率如何了 比如说 虽然有时候我工作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但是我完成的工作量 可能就是4到5个小时的工作量 那有时候在德国 比如说我非常集中工作一天 虽然只有8个小时 那我这8个小时 非常集中在工作的前提下 那是我平时那种 比较悠闲的工作时候的 效率的2到3倍 那我一天可能可以完成 两天的工作量 所以这边我觉得 加班 诶是真的不太可能 要要求你加班 或是说要你加班的时间 真的不是太多 但是它对于你这种 完成任务的要求 它其实是有存在的 你不能说 诶给你一个任务 差不多大家平均水平 是能够在两周 或是一周之内完成 哦那如果到我这边 我跟他说 我要三周 我要四周才能完成 那你的效率 差得太多太多的话 其实无论是在试用期也好 甚至是在以后你的工作中也好 真的是差很多的话 那老板也会考虑到 诶根据这个评估 因为他现在很多德国 他也是有系统的嘛 虽然你要每天记录下 你在某个项目做了多少时间 怎么样 他其实会有个统计的 每个员工的效率 其实内部也会做一个评估的 所以这边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哦我一进德国公司 诶完全换水了 就直接诶天天坐在那边摸鱼 也不用干什么活 这个我觉得真是想多了 你如果没有为公司创造价值 那真的公司就没有留下你的价值 所以就这几个方面来说 真的没有网络上所说的那么好 虽然是说加班很少 真的是假期蛮多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是百分百确认的 但是真的你要说完全无压力 完全可以贴贴摸鱼 完全你就不需要专心工作 完全不需要任何能力 这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说要求的东西不一样 只是说他希望你的能力 能够在要求的时间内 并且不需要加班的时间内完成 而不是通过各种无效率的这种加班 或是各种没有效率的东西 来导致你需要去加班这样子的问题 他就是希望你既能完成任务 也希望你家庭和谐 所以东西是比较多一点的 当然的话德国会有个好处 比如说你可以给你的上级 或是给你的领导反馈 比如说他给你一下你觉得完成不了任务 或者说在这个时间之内完成不了任务 你是可以及时反馈给上级 他可以帮你去寻找一些帮助 或者说这个东西我完全不会 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 或找个人帮你 这些上级有时候是能够帮到你的 从而让你去学习 让你效率提高的 这样你在工作中会进行的更加顺利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今天想讲的是说 其实你要留在德国 想在德国这边顺利的工作立足的话 其实是真的没有那么简单的 你真的需要去锻炼一下你的能力 然后让你的能力能够适应这边的环境的情况下 你才有可能去说 享受一下这边这么多假期的一个条件 还有说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能够下班 其实都是有一些条件存在的 那这件并不是说像网络上说的那么简单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